你居然還給他投反對票 反對人家調查來源 讓萬華人受到汙蔑 實在是太扯了啦 人家疫苗都在開打了 他才說他去幫他們申請疫苗 他把我們台灣人當笨蛋嗎 政治是一時的 良心是一輩子的 我當時有套你民進黨一票 套你蔡英文一票 你跟我講說 我們在打永春權 我是為了我的生存權 不是在打永春權 你太可惡了 蔡英文你看一看 你知道你很多人的家庭都破裂 白髮人送黑髮人 黑髮人送白髮人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民俗 白目若死 是多難過 孩子死得很難過 24小時 馬上就要燒掉 連給他穿一個像樣衣服的沒有 洗個澡也沒有 馬上就要燒掉 我看了我都掉眼淚 台灣人 我們要乾脆 民進黨什麼在對付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我告訴你 今天你是沒死到你們 死到你們的人 你今天這樣說 打永春權 我們是在搶生存權 這個3加11 你不承認也沒關係 但是你不可以一直甩鍋給萬華 我們為什麼要被這個罪名 陳時中部長 你一直想要推卸責任 我真的很想跟你講 你是 哇塞的人嗎 死個800多人了 你的內心都不會不安嗎 你讓死人死得不冤不白 你讓活的人還要再背這個罪名 說我們是病毒出口 萬華人 大家要加油 大家一定要出來 嚴重的根本會不抗議 我們不是病毒出口 你不可以這樣一直誤怨我們 我們萬華 就死了將近七八十個人 真的很悲傷 我們不是病毒出口 不是病毒出口 不要說怎麼樣 我今天 我的兒子 年輕人 當時也是投林常佐跟蔡英文 還跟我在那邊對抗 我說沒關係 我們母子感情不變 你要投誰 我們都互相尊重 好的 那一天要去那個 佳樂府買東西 禮拜六禮拜天還要分什麼 單號雙號的 結果他搞不清楚要進去 因為他急著要買東西 結果不能進去 他回來就跟我講 什麼政府啊 怎樣怎樣的 我說你投的 這個政府是你投的 這個立委你投的 我兒子就點點 這是我們自己的切身之痛 那年輕人 他當時也是可能 可能是想說 那時候的反送中 因為我有查我們這邊 很多人都是為了反送中 才投給民進黨 其實民進黨沒有做那麼好 真的沒有做那麼好 我們有經歷過 所以我這樣子講 一條人命就把國民黨給倒垮了 現在一千多條人命 那個都贏富帝人 你民進黨 蔡英文為了一條美國狗 還在那邊寫紀念文 這一千多條人命 你有沒有來給他 我祭拜一下 我看不下去了啦 我們李五千歲 都有說跟我講 看不下去了 要撞空了 就這樣子 我們是 我們是有錢人 我們變乞丐 還要叫奶奶 立陶宛奶奶 這是什麼國家 什麼社會 三百多億的疫苗預算 跑去哪要講清楚 你有沒有買疫苗 講清楚 不可以這樣子對待老百姓 那我們這樣子打疫苗 還打殘忌 我的妹妹昨天跟我說 她幫我去登記 要去打殘忌 結果那時候自己想 蛤 我還要打殘忌 我有錢買啊 我為什麼要去打殘忌 我昨天還看到電視喔 花蓮喔 有人為了要去打殘忌 結果還叫他們喔 好像那個宮廟要敗敗要去搶 搶頭箱 還有人搶到跌倒 我看得很心寒 台灣人 以前是 台灣人是這樣子 笑掉大搖 我都被這些 來像那個什麼那個 越南妹妹說 我們要回國去打疫苗 人家那個 菲律賓妹妹也說 我們要回國打疫苗 連那個大陸的 來給我租房子的說 黃棟 你們沒有疫苗打 我也沒工作 我要回去大陸打疫苗 我們現在台灣是怎樣 我本來也是想要去打殘忌啊 後來我看到那個 我真的很想要掉眼淚 我們台灣人耶 以前說 錢贏腳亂耶 結果被你民進黨這樣執政 幾年下來喔 都快要變成乞丐國了耶 到處都在捐疫苗給我們 今天那個什麼 我們從來沒聽過的叫做 斯洛伐克 沒有我問幾個沒有人知道 什麼斯洛伐克是哪一個國家 捐一萬劑 我真的喔 到底台灣 你的國際形象 你有沒有再給我們顧面子啊 我們將來也會去國外耶 我觀光旅遊 台灣人的民主要顧耶 斯洛伐克 我現在問我這些主要鄰居 啊你知道斯洛伐克是哪一國 沒有人知道 還有這個國家 就是這樣子啊 你去 然後你讓我們老百姓 去打疫苗搶殘劑 搶到跌倒 啊你這些車衣還嘲笑我們 我真的好想哭耶 欸 我們你的疫苗政策 我們有錢給你去買 啊你不買 啊你在那邊搞意識形態 啊讓我們這樣去搶疫苗搶成這樣 還是我們在打什麼 我們泳村權 這樣子嘲笑 難怪你的民調會掉 你已經掉了三百多人不支持你了啦 三百多人 那裡面也有我 我當時要透露民進黨一票耶 透露蔡英文一票 你跟我講說 我們在打泳村權 我是為了我的生存權 不是在打泳村權 你太可惡了 蔡英文 你看一看 你知道你很多人的家庭都破裂 白髮人送黑髮人 黑髮人送白髮人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人民俗 白目如果死 是多艱苦 孩子死得也很難過 欸 24小時 馬上就燒掉 連給他穿一個像樣衣服的沒有 死得早也沒有 馬上就要燒掉 我看了我都掉眼淚 台灣人啊 我們要穿氣 民進黨是怎麼在對付的 他的政治意識形態 我跟你說 今天是沒死到你們 如果死到你們的人 你今天這樣說 打泳村權 我們是在搶生存權 破口是出在哪裡 我想這個破口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啦 我不清楚 但是我們現在要處理的 大家很清楚 誰清楚你告訴我 現在最主要 這一波的疫情 主要在萬華這個地區 散播開來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破口 你說萬華 那萬華的前一手是哪裡 就是萬華這個地方 這一波的疫情 主要就是萬華這個地方 這個area沒有 好 那在這個地方是誰帶進來的 萬華在去年也沒有疫情啊 半年前也沒有疫情啊 他第一個時間點 是由什麼地方 破口帶進來的 你在這裡還要保護誰嗎 再往前喔 再往前 當然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辦法很清楚的掌握啦 不過 這一波的疫情很清楚的 這個就是有失職的地方嘛 沒有所謂的3加11的破口啦 3加11這樣的政策裡面 並沒有影響到社區 萬華人還有立委嗎 陳時中說3加11不是破口 你知道陳時中這句的潛台詞是什麼嗎 這句的潛台詞就是 石崇良他的副手 也就是他的心腹 他肚子裡的蛔蟲 石崇良說的那句名言 就是萬華是這次疫情的破口 所以當陳時中說3加11不是破口的時候 全台灣最應該要站出來 駁斥陳時中的人 就是萬華選出來的立委林昌佐 然而呢林昌佐卻躲起來 一個萬華選的立委 在萬華的人被污辱 被污名化為破口的情況之下 他選擇是站在衛福部那一邊的時候 或者他選擇乾脆沉默不予默認的時候 那我想請問那誰來幫萬華的民眾來代言 來去伸張萬華人民的民意 以及伸張萬華人民的憤怒呢 講那個漫嘎講那個不合邏輯的事情 我們萬華人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跟你講喔陳時中 你們這些衛福部的全部官員 要鄭重跟我們萬華人道歉 我要替我們萬華人要講出我們的心聲 因為喔講句坦白啦 現在很多人喔也不大願意要受法 因為很多官告明 因為我們不是政治人物 我們講話也沒有口條也不會說 也不會去講一些什麼那個 但是如果他就是用來恐嚇你 說你如果講錯我就是告你 我是屬於比較勇敢的萬華人 我一定要講出我們的心聲 請你一定要鄭重跟我們萬華人道歉 我們萬華人不要讓你這樣污蔑 就是這個我今天表達就是這樣子 我們下次見